這就是很長遠的眼光 但是因為股價都升了很多 跑人主要指數很多 大家就發現這一兩天會有很多人的心動搖 波羅的海干散貨指數回了兩天 會不會都炒夠了 Bottleneck差不多完了 運費不再升了等等 就有個question mark 是否要獲利 這個我想真的要小心點 始終這個行業周期性都比較高 股價亦都比較波動 而且事實上也有說法 如果經濟會重啟的話 空運那邊的供應是會增加的 而空運那邊的客戶都有貨倉 那邊會增加全球的空運運力 這個也減弱了對於海運那邊的依賴 所以那邊都有若干的可能一些短暫的壓力 那當然要小心點 我們會覺得如果真的要選擇 就選擇一隻 可能structurally這間公司的增長動力 是相對比較穩健的 那我們的portfolio裡面 就是開封 開封 開封 因為開封其實在航運周期最低潮的時候 每年盈利都保持有10%以上的增長 主要是因為它做小船和Intra-Asia的航運 而我們在看未來5至10年 其實除了ESG探排放的壓力之外 Intra-Asia的e-commerce那個興起 也會帶動了區內航運的需求 物流的需求 如果其實海豐相對一些做long haul 尤其可能牽涉中美政治糾紛的話 那個壓力相對會比較小 都是 而如果你看回中國海豐 就是1919或者266那些 好像波動一些 是的 因為本身它們營運的效率 是沒有海豐那麼好的 其次就是structurally它是做long haul比較多 其實跟全球經濟的增長速度 以及貿易的變化相對比較高 如果不幸地運費是跌的話 它們的影響會遠遠打過海豐 也是 喜歡海豐 前陣子因為發了一個型氣 非常漂亮 所以也刺激過股價 不過升得多也回得急 海豐方面去年全年的盈利升了六成 之後其實也有很多基金經歷 都說這隻都是好東西 不過如果我們看復蘇概念的話 我想很多都會繼續看 你會不會可以炒一些分店重開 又或者例如你之前都跟我說過的 周大福你一向都很喜歡 譬如中國的業務方面的佔比也都越來越大 但香港這邊的重開也都開始有人說 會不會可以令到股價再好些 這一堆股份是否都是你喜歡 最近其實股價都比較強的 所以投資者如果有興趣的 我覺得都是等市況弱勢的時候 不妨你現在留定一些子彈 看看有沒有機會可能遲些有一個 更漂亮的價位再賣 但其實你如果說運動服裝 其實都可以說一下 其實最近你也知道新疆棉事件 令到中國14億的消費者 都對於一些進口的品牌 包括Nike Adidas 都有若干的杯葛行動 令到整個國復潮會繼續受惠 變成安達和李寧作為兩個主要的運動品牌 國產的龍頭 其實受惠是最大的 如果其實兩間公司 我們覺得其實今年他們的股價 相對還是落後的 我們覺得其實都有若干的潛在的上升動力 而周大福其實我們覺得是都好的 因為其實經濟周期 只不過剛剛才是逐步看到苗頭是重啟 如果其實那個盈利的改善 都應該會持續到2022年甚至之後 雖然今年股價都是累積了不少的升幅 但我們覺得其實那個股價 應該未完全反映整個經濟周期的復甦 至於你這裡有提到的美團 其實我自己會覺得我們做基本配置 因為畢竟其實第一季的業績 其實你如果問我 我就覺得是underperform的 是的 但是有些投資者 interpreted as 覺得他們 invest for the future 那就很看好的 我同意的 它其實在中國裏面 如果IT platform 第四強的 就是僅次於騰訊 阿里 和 ByteDance 字節跳動 就是抖音的舞公司 但是抖音就還未上市 變成其實如果你說中國三間 那個Stickiness 黏性最高的一個互聯網的平台 美團是排第三位的 我覺得其實任何一個投資賽 無論如何 你就算說不算好看好 怎麼都要有一個基本的配置